大家好,我是朋友,萱 沒錯,人家今天是 Y2K OK,非要把孩子喔 看我後面直接看到就知道 Yeah,我又要出國了 阿今天為什麼又要出國 前天我小小微微到來 因為這一集呢,有乾爹贊助 然後我想說,欸 既然有乾爹要贊助我一集的話 然後我就只是在家裡設一個相機 跟大家說,嗯 這個產品真的很好用耶 請大家一定要去賣唷 會很無聊耶 既然,廠商都要贊助了 我就把這個錢,這個預算 挪一點 來當作我的旅費 所以這一次 我有機會可以出國 然後謝謝他 那這一次要去的國家呢 就是 我從來沒有去過的 Vinan 的胡志明市 OMG 我只要去那種 我從未去過 我從未體驗過的國家 我就會感到很興奮 I know 這時候一定會很多人說 明軒 我很喜歡看你旅遊Vlog的影片 但是你知道 越南胡志明是 不能穿那麼型 也不能穿那麼高貴 我認識 但是 各位觀眾 我今天已經要出國了 我要離開台灣 我要去比利古叫旅遊了 我要旅遊 我不能穿得漂亮 我不能穿得當天喜歡的樣子 你要我穿得樸素 穿得低調 那我真的去台中就好了耶 我出國幹嘛 真的耶 很激動耶 要 這就是我今天 外圖可以打扮 這樣走在路上跟合理吧 Yeah I have a crazy clock May I check in 差不多說 原地出門 你坐在過程中 我再講 我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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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看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好的各位,我現在順利終於過完海關了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秘辛 真的是越南海關,真的是不要跟我開玩笑 超愛錢耶 我先跟大家講 如果你既要來越南旅遊 你要辦越南簽證 首先,越南的簽證本身就已經不便宜了 然後因為我這一次呢是臨時決定要來越南 所以辦的是集見 我光辦集見 他兩天下來我就花了五千多塊台幣 然後到越南 還要再付官方費用25塊美金 落地簽 然後重點是我剛一下飛機 一到現場要辦落地簽的時候 那個海關人就一直在放我的護照 感覺好像就要在裡面找什麼找不到 然後朋友就說 我這邊有25塊美金 然後他就把25塊美金拿走 他就把我那個護照收走 把我在台灣辦好的那個簽證拿走 然後就叫我在旁邊等 態度很差 然後我就在那邊等了20分鐘之後呢 旁邊就有一個台灣人 我就跟他講說 欸,你也在等嗎? 然後我就問他說為什麼要等這麼久 他說因為沒有付錢就是要等 他說如果呢 你只要懂得會做人 因為我在護照裡面夾10塊 或是20塊美金 他就是會迅速的快速幫你蓋章 然後就讓你進下一關 因為他那個櫃檯是透明的 他把護照拿走之後呢 我就在那邊看 他到底在忙什麼 他從頭到尾就在那邊看手機 然後跟朋友聊天 我也不知道他在幹嘛 我的護照就是放在那 我覺得 這個25塊美金是付給越南官方的 但是海關人員他們自己本身是沒有抽 然後我剛剛就稍微問了一下 旁邊的那個資深旅客 他說如果你下次要來越南 你可以辦那個VIP快速通關 因為那個VIP快速通關 會塞給海關人員小費 然後我故事還沒結束 我落地先辦完 我就要正式地去過那個海關嘛 好來 剛剛等了有夠久的簽證 也就是越南的Visa 我就這樣 放在他面前要過 第二個也就是最後一個海關 我護照一拿給他 他就看著我的眼睛說 Do you have a visa? 我就 傻眼餒 我就說 它是po inside 在裡面 他會這樣子 假裝在那邊翻那邊找 喔喔喔喔 I see I see 然後才在那邊簽名 我跟你們講 他問你Do you have a visa? 就是你有沒有 要給我小費的意思 如果你有在護照裡面插小費 我相信你就是會走得很快 但是我跟你講 不要讓他們養成這種慣性 我這一次光來越南簽證 我就會花6000台幣 要遠地一下到 越南有值得要花6000塊嗎 又不是來美股 我這可以直接做成一集耶 然後我剛剛就 馬上跟我那個旅行社爆料 大貪汙 海關人員大貪汙 我覺得 旅客一到一個國家 機場 海關人員 服務人員 就是第一門面 我現在一下飛機 我的這個觀感非常差 還是我去原地回台灣好了 真的是他們態度真的是要去確定 關時到了 Oh my god OK 讓大家認訪一下這間 隔音很差的Airbnb 一進門呢 這裡有一個 可以換鞋子的地方 這邊是我們的 浴室 我這邊喜歡這種 打在裡面的燈 這樣拍起來就會有種 你知道 質感 浴室呢 是一個 稍稍的乾濕分離 Yeah 又附一些簡單的 雅刷木魚 好廁所一出來給大家看 是不是原地先大叫 很像樣品屋 日歐風 這邊呢是 客廳 沙發 然後 床就在客廳的旁邊 正前方有個電視 Wow 還有化妝台耶 喔 喔 有燈耶 好美喔 這邊還有一個 小陽台 Oh my god 越南超熱 陽台旁邊 走過來 有一個洗衣機 廚房呢 喔 好美喔 是可以下廚的 有微波爐 這應該是 喔 烤箱 好美喔 這裡每個角落都可以大拍耶 當然唯一的缺點呢就是 隔音不是很好 所以 沒關係 反正我這次 那個來越南潤滑液也沒有帶 我這次來越南呢 也沒有打算 愛愛 應該 還好啦 這一間真的很美耶 而且 我剛剛看到 這個飯店的樓下 門口有一間星巴克 抹茶奶 所以我等一下就去買起來 來 一到飯店呢 就是要先把 今天早上到剛剛拍的所有畫面 先備份起來 因為我看很多來越南的YouTuber 都說 如果你在越南 特別是胡錫明市 走在馬路上 你的包包 你的手機 你的貴重物品 一定要帶好 一定要拿好 如果一個不小心 真的就是 因為那種摩托仔 騎過去就直接把他拿走 我如果等一下在路上 這樣手持錄影 相機整台被偷走 我會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耶 就會變成我早上拍到剛剛 那些辛苦拍出來的畫面 完全就落空 真的 先備份 我今天有幫我預訂一個 美食行程 我第一天就是要大吃特吃越南的美食 今天我預訂的這個美食行程 不是主流的 是比較偏向 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小吃店 我好期待 你知道我 我本人真的很愛那種 越南河粉耶 下午見 可以吃一碼抹茶、巴巴士尼 大小吃嗎 抹茶 抹茶 謝謝 謝謝 現在喝這個都要到外國喝了 好喝喔 台灣不上下這個品商真的 沒關係 我就到外國喝 我認了 OK 導遊跟我說要到了 我是要來體驗越試過馬路 成功 這是你 你好 我是 我是Kent 我是Yoon Yoon 所以你是第一人嗎 所以這是你嗎 沒有 Mini是我的主持人 我會成為你的駕駛員 OK 這是我的司機 OK 完全沒有腳踏的電線箱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越南 怎麼手持相機 像我現在用右手錄影的話 我就會 轉我的這個 相機背帶三圈 然後抓著 下面的腳架 抓橫緊那一種 以防萬一 被偷 在越南真的聽說就是這樣子 天啊 好Local好愛喔 封面圖 我猜這一條呢 應該是在胡志明市的行李區 整條街看起來很乾淨 而且大部分的人都會停紅綠燈 小朋友小心喔 OK 謝謝 不誇張 坐了四十分鐘的摩托車 屁股快爛屁 哈囉 嗨 到了 這個呢就是我的導遊 然後跟很多外國人同行 參與這一次的美食到來 完全不知道是什麼這一半拿 完全不知道是什麼這一半拿 你放在中間 對 你放在小米 你放在小米 如果你喜歡青蛙蝦 你會喜歡很多 嗯 很普通耶 什麼樣子 好 好 好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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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我們一起拍照嗎 可以嗎 可以 1 2 3 好美喔 謝謝 我的天 回到飯店喜歡找我 OK 不要不要太多 直接進入乾爹贊助 未來美魔球洗臉機 這個產品呢真的就是有貨的這一關 因為像我第一本身 我每一個禮拜都要收到大量的 廠商寄來的公關試用品 我就是會把它自己當白老鼠 能用的我盡量用 未來如果有一天你在路上看到我 我的皮膚狀況可能沒有影片來的那麼好 請原諒我 因為那一陣子我可能就吃到不好用的寶貝 Anyways 今天的這個乾爹我本人已經用了三個月 到現在還在使用 OK 廠商要講的官方話 我還是先把它講完 本產品 一分鐘震動 三萬一千次 高頻率清潔肌膚 八百顆柔軟潔膚細膠 溫和不是肌 全肌可水洗 一肌可以卸妝洗臉 光美容 設定有三種模式 綠光等於溫和清潔 適合敏弱肌使用 紅光等於中度清潔 適合一般膚質使用 藍光等於深度清潔 適合油性膚質使用 官方話講完了 接下來呢就是我的使用心得 這是第一段 還有綠光 紅光 藍光 我跟你講藍光的震動聲我很愛 噢 欸幹嘛 誰說不行 啊 反正就是每一種光 都可以達到 SPA光美容的效果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自己上網網看 因為我自己本人 覺得它最大的用途 最大的功用 就是拿來洗臉 我就直接用給大家看 我平常的使用方式 先把臉沾濕 抹上自己平常愛用的洗臉產品 隨意的抹就好 抹得差不多之後呢 不用洗手 直接拿洗臉機 沾一點點水 因為它全機房水 我自己本身就是三段震動 我都會使用 我第一步就會先開它們的綠光 在臉上 簡單的 帶過 OMG 超爽 有用過的人就知道 這感覺好爽 好療癒 簡單帶過完之後呢 我就開第二段模式 紅光 稍微中度的 加強帶過 臉部的每一個地方 這是我自己平常的使用方式 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參考 記得是中度的喔 第三個步驟 藍光 它的震動不知道 大家看我看得清楚 它是那種 藍光 我會把它拿來加強 在我今天想要加強的部位 譬如說像我這些 鼻頭粉刺比較多 我覺得重點的 在鼻子這邊 加強 我最近下巴跟臉頰旁邊的粉刺 很猖狂 我就會加強它 粉刺呢 千萬不要用擠的 如果 它已經在表面的話 它高機率是可以被震出來的 喔好爽喔 最後一步 我就把它開回到 原本的 綠光模式 最後簡單的一次 大帶過 這一代洗臉機 它的優點就是 可以把你的臉洗得 非常乾淨 最後就是 沖水 來 把臉擦乾給大家看 洗的油 夠乾淨 有看到差別 我的天 我光去沒調喔 我真的完全沒調 我現在任何保養品都沒上 請看一下我額頭這一塊 洗到已經 可以在我額頭這些照鏡子耶 你看它可以把臉洗得多乾淨 用完 直接把它拿去沖水 放到旁邊 晾乾 下次要用的時候呢 再沖一下就可以使用了 未來美魔球洗臉機 這個保養品 是值得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 謝謝 夜配 深夜 來跟大家聊一下 近期的小心情 放我近期就是 出國 走在路上 觀察人們 我真的內心就有一種 大速只有提升地球的氛圍 維度 有在往上走 跟我五年前十年前看到的景象 真的不一樣 有在 我自己是覺得 有缺點 當然就講出來 但該稱讚的還是要稱讚 生而為人 讚美還是要擁有的 因為像我自己本身呢 也很少在看新聞 因為大家可能不知道 跟過去比 我們確實 現在就是活在最安全 最富有 最健康的時代 不管是赤瓶 戰爭受害 饑荒 同工 犯罪 幼童死亡 天災 墜機 各種次數全部都在大幅下降 因為我近期我在看書 然後剛好看到有一本 在做數據的書 我就看到 OMG 真的耶 然後因為大部分的人 特別是長輩認識世界的方式 往往只選擇一種 就是 就是看新聞 看媒體 我真的要說話了耶 無腦的人 他們永遠不會意識到一點就是 新聞報道的都是例外事件 報道的事件如果越例外 新聞價值就越大 看的人 就越多 like 可能他一萬次裡面 就那麼一次 飛機失事 新聞一報道 猝逼可以不要親戚 都會告訴你說 OMG 現在真的不要出國 有天然災害 氣候影響很大 真的現在外面世界好可怕 不要出國 真的飛機失事 OMG 他完全沒有把那些9999次 有成功起飛 順利下架 成功抵達目的地的 班機看在眼裡 因為新聞也不會報導那些 安全的航班 因為沒有人要看 所以新聞報導的 永遠都是例外事件 你只要看到那一個例外事件 你就覺得世界長這樣 OMG 你的世界觀就被局限 所以我現在 能為我做的事情就是 能少看新聞 就少看新聞 然後如果有機會 能去外面走走 能用肉眼去看這個世界 像我前陣子去印度 我真的 我真的 好愛那一趟旅行 因為我去印度之前 那時候印度在我心中 就是一個很可怕 很邪惡 很沒有素養的國家 因為我看很多新聞報導 還有一些 你知道 好萊塢的電影 感覺走在印度路上 就是隨時會被槍斃那一種 我一開始去印度的想法 就是那麼悲觀 但是我射手座的性格 我就是想去體驗看看 沒想到我一到當地 印度 超安全欸 到底誰敢說印度可怕 你真的走在路上 你不會覺得印度可怕 有去過印度的人 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總結就是 希望大家 時常保持覺知 身旁的人有在進步 就給予讚美 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祝各位地球人 玩得愉快 OK 我要睡覺了 這次的越南行 我本人也是蠻愛的 東西好吃 當地人很nice 比如說海關 其他都很好 明天 就是我自己要私人的 來去好好體驗 VIT NOT 再給大家親看一下我的皮膚 Oh my god Gorgeous 我都沒想到我選賓 選賓 賓 不